大年初七晚上的鳄鱼谈 老鸽仅代表MIHK所有的员工 恭祝大家平安大吉 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 事事順利 主福就長載 在武漢肺炎陰霾的籠罩之下 我們更加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 開朗的心情 以及一個冷靜的思考 千萬不要讓我們特區陷家產政府的那些傻觀 不要讓我們的妥妥令 盲腸炎、搶糧、搶口罩 搞得我們在無能的政策之下折騰我們 搞得我們恥笑給國際內的人恥笑 做出一個笑話就無論如何 但是始終在這裡告解大家 疫情也是非常之嚴峻 目前為止 在全部中國的武漢肺炎的確診個案 已經有9700多宗 在這個時刻 分分鐘已經過萬了 而死了200多人 當然大家 各位一定要注意健康 保重身體 特別是在這個時候減少外出 大家也可能會問 減少外出很難的 年假又荒原 那些小朋友要上學 那怎麼辦呢 現在大家看看 教育局就是據了政策 就是希望把這個學期 暫時現在的停貨時間 去到2月17日 輪近一個疏打浮馬交 這個賀一成 看他按按按按按鈕 陳燕那樣 但是他做起事上來 就真的得心應手 果斷和快速 他已經宣佈了 向澳門裡面的學校 無限期停貨 即換句話說 他们的春节假期就继续延长下去 也可以反过来说,他们的暑假也开始了 那我们的特区政府又是怎样呢? 凡事慢三拍,做事慢吞吞 按钩钩钩,赤钩蒙蒙食甜桶 一班人渣人棍 你叫他们想一些长远的计划出来 就是叫他们屌你不要去死 换句话说,我们香港广大的学童前途会不会坎逾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复课也会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除了医院之外 或者大型大流量的公共交通工具 其实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学校 均不见大型流感的疫潮、手足口病 当中的小朋友很容易经学校扩散 大家都知道,一些年幼的学童 对个人卫生的打理都是有的人 但是并不知道那些严重 还 fala上feeding 揍揍石石 揍头揽項 和咳咳咳吧 很容易政府所属的疾病棍 所以学校绝对是一种高危的地方 到现在这个情况 会不会是应该要复课这个议题呢 就非常之好了 昨晚谭湿超订了一篇文章给我 就是前演艺学院和电影界的前辈 书琦先生 不是书琦小姐 是先生来的 他也发了一篇贴文 吊构这个全家产 没能用窩囊费杨润红 究竟我们香港的学童应不应该要继续上学 我老可和大家很冷静去分析一个情况 我会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回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原来香港这些不同的学校 在这个一月头的时期 已经被这个教育局通知 一定要有这些 随时要注定要停课停学的一些问题 要看回这个心理的准备 换言言之 好像我一早踢爆了 香港是这个屌你老母 要准备作为中国大陆的第一收容 这个武汉肺炎的收容所 亦是帮助这个特区政府 要投共美共 要将香港作为他们 武汉肺炎分流的地方 不认还需认 大家很多的证据都看到了 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能封关呢 不能封关的效果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废观 经常都说 我们没想办法 减少和中国人的交流 我说你了 美国已经宣布了停止所有航班 去中国了 正在来 也在考虑很多国家 将香港的航班也减少了 换句话说 一些大型的人类的流动 也很容易将这些疾病 传染到其他地区 如果香港不封关 不立刻停止封关 就很可能投行了 刚才也告诉大家 香港政府也一早要知 这个情况 为什么不肯停学呢 如果我们要继续扮学 继续令到这些新生学子要上学 其实他们正面对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除了说全部的人聚在一个小小的教室里面 很容易经过这个空气的感染之外 还有刚才说了亲密的接触 还有最惨犯的问题 就是这些防疫装备的配套 大家想想 一班三十几四十人 每天都起码要两三个口罩 老师要口罩 学生要口罩 训导主任要口罩 校长要口罩 可怜的校工也要口罩 需要多少清洁的process 将这个漂白水一比九十九日日去打理我们的校舍 打理我们的课室 打理我们进入这个学校的校门 要多少洗手的手精 这些多样样的东西 在现在这个时刻里面 全家产特区政府 完全没有一个概括 究竟我们口罩的数量会是怎样的 如果学童和老师继续要上学 换句话说 也是将这个口罩数量的demand 仍然是几倍地加上去 因为一个学童 一日起码要用三个口罩 上学一个 学校一个 放学一个 是不是大胆目呢 还未计算去补习班 好了 是不是将社会里面要求口罩的压力提高了 那又是其一的一件事 其二的一件事 特区政府不肯肯封关 不肯肯封关里面 大家知不知道 每天经过罗湖或者黄江口汗 来北区里面上学的那些 那些蝗虫子侄 叫你什么双飞铜 是不是 利用叫你走来香港 冲关山仔 在香港里面舔尽我们的教育制度 吃免费东西那些 那些混蛋 死蝗虫 他们 有多少人数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近三万人 每天有三万名的蝗虫子侄 双飞铜 冲到香港里面 是叫你什么要上学 而一个不注意 深圳宝不能住 成为疫埠 老实说 是不是每天有三万多个人 会冲来香港 会上堂 将一些possible的病菌 武汉肺炎 带入我们的校舍呢 当香港的校舍爆发了之后 学童再将它回到家里面 感染他爷爷爷 感染菲律宾工人 感染父母 感染外婆 感染哥哥 感染姐姐 那香港里面就会社区爆发这个疫症 问题也是非常严重 只要你有一个简单的逻辑 正常人的思维 有common fucking sense 就知道学童要立即停课 好了 学童停课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很老实说 中六申在这个时刻里面 很多学校已经考虑了market exam OK 考虑了market exam 其实基本上学校在家里面就自修了 自修完之后 只要你安排得好 怎样考公开市 尽量有空气的流动 或者减少一些太多人聚迷的地方 其实是可以控制得到这一个情况 可以令到中六申 顺利去毕业 顺利去投考大学 其他的学生 小学生 幼稚院生 中学生 其实情况也没什么大不了 好老实说 只要有一样东西就是 教育局你这帮陷家产 收拎了学费 因为你这帮人不拎封关 令到香港人仍然天天 无止境地 受尽冲下来香港的 吊你老母 雙飞同 或者其他一些大陆人 感染我们香港人 这个moment里面 你不封关 还要是给学费 如果停课 就要你不过教育局 吐回学费 给我们这些 八上加根 负担非常重的香港父母 吊你老母 好 再有一些办学的人 可能会说 哎呀香港现在的教育 吐吐同了 我们有很多交流团 交流团上大陆就不要吐 很简单 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 什么吐的交流团 去什么吐吐同的国家里面 我老老实实告诉大家 香港继续吐吐封关 香港绝对有机会 给外国社会 外国国家 定性为我们是 武汉肺炎的疫区 对我们发出旅游示警 香港的没有飞机来 同时之间 香港的飞机去人来到 也都不肯受欢迎 这一件事就必然会发生 所以那些交流团 去不肯去都是把肯 说了完 OK 把我们的学期退后 或者把我们的暑假提早了 去到六七月打后 把我们的气温去到二十七度以上 这些细菌自然收得皮 很老实说 当时大家都心安理得可以上学 所以即时停学 马上停学 要把学期立刻停轮到去 提早放暑假 去到六月为止 再去观察疫情 这一个不要万三拍 特区政府这些人 天天在这儿耍得太极 天天在这儿摸来摸去 都不知做什么 灰柴杨润红 麻烦你把你的精神 放回去 保护我们香港的 新生学子的安全 保护他们 不要受到武汉肺炎的感染 并不是在学校里面 按这些全家产 收得阴的CCTV 监察着我们的学生的一举一动 你们这些人 坐到这个位置 已经是人生修来 几倍子的福气 不应该做一些实事 你们这些人 好了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这些人 到现在为止都万三拍 有人会说 原来林彬月娥 去到瑞士 不应该坐镇香港 过年时 为什么他走到瑞士 原来不应该只是贪威色食 原来就是希望 再可以 跟上面那些全家产的大代 辞职 不认识 现在也当然 你屌你老母 这个位置 哪个人要坐 没有人能担当 当然要继续找那些人 在吃东西 硬吃 如果硬吃的情况之下 他老美 我真是想 这个热窝上的蚂蚁 烫手的热山糊 立刻不要认识 就老老的嘻嘻 立刻在做 又这么嘻嘻 又这么噁嘻 大家一起揽炒 等香港死了个腋肉 习近平的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可能林郑月娥 正在行这一套方法 好了 现在在这么多个局 我们看到 有一个局 很少出来说话 那个就是 创新科技局 其实创新科技局 也在这个时候 你这个局长 你都不认识 你知道是什么 什么什么名字 整天都潜水 可能是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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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东西 不认识 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香港先进城市 立刻做点事 两天都大抽奖 你们也可以去搞 你搞网上教学 放多一个月 有什么东西 提出一些证据 提出一些方案 让这些学校和这些年轻人可以上网去教一下学 又行不行呢? 起码是high form 再者说多一句 唉,求学不是求分数 说真的,老老实实 外国的鬼仔、鬼妹 不就是求任期的升班呢? 为什么这么担心呢? 人生里流长,大把时间可以学习 不能急在这头半个月 香港的家长,小朋友的安全最重要 小朋友的健康最重要 应该立即支持 教育局全面停货 无限期停货 提早放暑假 因为香港政府不能封关 每天有3万人的 屌里被蝗蟲商飞同 冲下来回学 这样搞得不行 全国社区都会很容易扩散 我老婆说的 不能信就打勾我 OK? 我又再次发出一个语言 放下时间浪 看看我老婆是否准备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